今年60岁的冯盛海是内蒙古气象局的一名气象通信员。 一辆自行车,每天往返四趟,准时将气象局制作的天气预报录像带送往内蒙古电视台,便是他作为气象通信员的工作。 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,冯盛海一做就是32年。 据了解,内蒙古气象局只有冯盛海一名气象通信员。 用冯盛海的话说,把气象带交给别人去送,领导不放心。 但也正因如此,冯盛海的工作便是全年无休的。 冯盛海用最传统,也是最灵活的交通工具,自行车,助力天气预报走进千家万户。 32年,行驶路程总和达20多万公里,无论严寒酷暑,发烧感冒,冯盛海的天气预报从未迟到过。 下雨,走到小地道,那水也是到这旗盖这个地方的,就扛上自行车,把那袋夸在这儿,照一一盖上,不能把这袋弄湿了。 这样的天气我还没吃到过,也是准时给你送到。 32年,冯盛海骑坏了四辆自行车,没有休过一天假,就连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也不例外,但在他看来,干好这份工作,令他骄傲。 家里边对我还挺支持的,还挺光荣。 每年过节过年的时候,吃团圆饭的时候,我什么时候到家,什么时候吃饭,他们孩子们和媳妇们都等我,我挺感动的。 32年里,装载天气预报的录像带,更新了一代又一代,但冯顺海却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一年又一年。 记者了解到,在他的同事们眼中,冯顺海也是他们学习的榜样。 我们知道一个人呢,就是做一件好事并不难,但是难得的就是说一辈子僵持做好这一件事。 在32年来,冯师傅从已讲断过送天气预报节目带。 可以说冯师傅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兢兢业业的,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个不平凡的业绩。 我觉得的话,他的这种精神真的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,值得我们去学习。 直到2018年5月,内蒙古气象局和电视台之间接通的光览,才使得这个人工输送的时代结束。 冯顺海的使命也就此完成了。 冯顺海告诉记者一个小秘密,自己送了一辈子的气象录像带,但他从没赶上看自己送的天气预报在电视上播出。 再过几个月,冯顺海也要退休了,但是现在他依旧天天按时上下班,用他的话说,在我热爱的岗位上,我要站好这最后一班岗。